蜜蜂失亡导致工产群 首先 我们把工产群 自我蜜蜂里面的巢批 全部退出来不要 蜜蜂抖肥剂风向里面 我们只把它里面的子批 全部不要 因为子批为什么 全部不要呢 工产群 产下的软 它不是蜂王产下的软 它是工蜂产下的软 我们拿出来不要 如果要留肥去蜂箱里面的话 它封盖起来的子批 出生新蜂的时候 全部是黑色的胸蜂 所以我们把它里面的子批 全部退出来不要 我们接下来挑选一箱蜜蜂 比较强情的 玩者比较好的 要在它里面 挑选一张子批 拿给工厂群 一定要挑选 潮批上前铺是蜂王产下的软 化成幼虫的 拿给工厂群 憋工厂群八天没地方产软 我们就可以拿给工厂群 拿给工厂群之后 隔板也要放得去 封箱覆盖 也要盖上 盖上之后 我们有了这种方法 到自磨蜜蜂 借一张子批 全部是幼虫的 拿过来给工厂群了 工厂群 第二天 就会开始起王台 从起王台 第一天算起 到第十天 我们再开箱 来看 我们打开箱子的时候 把这一张 工厂群的 子批 拿起来 挑选王台 它就会 工厂群就会在 这一张子批 最底部的位置 急造出 王台 我们挑选 一个王台 比较大 比较成熟的 留起来 只留一个 就够了 把多疑的 全部割出来 不要 大幼虫 急造出来的 王台 出生 新丰王 就在第十天 我们挑选 好一个 留起来 我们就可以把 这张工厂群的 子批 放回去 盖子盖上 盖子盖上之后 像这波密封 我们已经把它 挑选出来 一张子批 拿给工厂群了 拿给工厂群之后 我们要 拿一个槽框 安装上 槽桑 之后 拿给这波密封 借出来 一张 子批 给工厂群的 像这波密封呢 它就会继续 把这一张 安装好的槽桑 再完整起来 再完整起来之后 蜂王就会 残暖 就会 还直 把箱子盖上先 像这波 工厂群 的蜂王 出生后一个星期 不要开箱看 因为后一个星期 是蜂王 出生的 胶尾期 胶尾期过后 我们再开箱 来看 像这样 才能让 一波密封的蜂王 出生 胶尾 成功 才不会导致 工厂 接下来 我们有 不懂的地方 我们大家 在评论区 大家互相交流